或許是因為距離上一次 個人演唱會長達15年 桃子一開唱情緒就很High 而演唱會定為太委屈之 現在才開演唱會 當然少不了這首太委屈 現場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完全沉浸在歌曲裡 而這首由陶晶瑩 自己作詞作曲的 我變了也擄獲了歌迷的心 除了老公李李仁上台吉他伴奏 這一場在台北松菸的演唱會 並沒有請來特別來賓 而整場演唱會 就像小型的綜藝節目 全程舞輪場 今年是我出道的第25年 我的25專頁 在這個場地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我自己一直認為 我還沒有到一個資格 可以去當地的演唱 最讓陶晶瑩感動的 應該是門票秒殺 自己的親戚想買票 只買到兩張 歌迷紛紛上網留言 小巨蛋劍 以這一次開場熱賣的情況來看 桃子要登上小巨蛋的舞台 應該很快樂 記者 李英偉 台北報導